民進黨立委許智傑 在高雄鳳山的服務處 十七號下午兩點左右 突然接到恐嚇電話 對方揚言要放爆裂物到服務處 當時接到電話的助理 出面還原 通話內容 他內容是講說 叫那個委員不要太囂張這樣 然後不然藍營的支持者會不開心 然後小心那個服務處門口 會有爆裂物 一開始還蠻正常的 到後面越來越激動這樣 難性或女性 是中年難性 就怕服務處真的被放爆裂物 許智傑團隊第一時間報警處理 而許智傑本人也呼籲選民要理性 這個選民其實他可能就比較激動 他是02開頭的 那應該是北部的選民 那我們也已經報案 譴責暴力 不懼暴力 警方目前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要找出犯人 不過這次許智傑遭到恐嚇 恐怕就是因為他在節目上的這段話 就你們可以鎖定的 我們用他選舉的趴數 圖權級贏零點五八趴 那很小 許智傑 在先前接受專訪時 拿出手機 點名九名欄位 直言他們被罷免的成功機率較高 沒想到卻因此被威脅 對此許智傑反批 先說要罷免的 明明就是國民黨 這一次的罷免 其實是國民黨先找出 民進黨有二十個獵殺名單 那就是國民黨其實他也有幾個 就是民調贏不到五趴的危險名單 藍綠朝野持續攻防 少數選民情緒激動 做出觸法行為 不僅無法改變僵局 反倒可能讓自己背上行責 三地新聞 江文賢 徐世廷 王毅德 高雄 台北報導